川崎市位于神奈川县东北部 地处东京和横滨两大都市之间 是20个镇令指定都市中面积最小 人口第六多的市 川崎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便利 工业和服务业发达 全市人口约154万 其中在15岁以上的人口中 接近一半的人口通勤于东京 是东京最重要的卫星城市 但由于当地有毒麻厂 且深色场所众多 进出人员复杂 因此犯罪率高居不下 今天我们所要讲述的 就是在2005年到2007年间 在川崎市所发生的 川崎连续伤害事件 2006年9月23日午夜时分 在川崎市高津区的维谷隧道 发生了一起伤害事件 一名女子被发现倒在隧道的人行道上 发现者是一个路过这里的上班族 她第一时间报了警 受害者身上有两处利器刺伤 分别是左胸部和右下腹部 当时现场十分圣人 除了受害者倒下的地方满是鲜红外 人行道上还留下了长达30米的血迹 这是受害者拼命逃跑留下的痕迹 被发现时受害者已经奄奄一息 虽然被及时送往了医院 但还是在大约两小时后不知身亡 此因为失血性休克 事件发生后 神奈川陷阱 工前警署 随即成立了调查本部 对此案展开调查 通过受害者的随身物品 警方确认了受害者 名叫黑招尤里 出生于川崎市 当时27岁 尤里从小乖巧懂事 虽然学习成绩一般 但由于长相可爱 很受同学们的欢迎 1999年 尤里从东京的短大毕业后 就在一家计算机公司就职 与同事关系十分融洽 但尤里对烘焙更感兴趣 他的梦想是成为烘焙大师 因此在上班之余 还在烘焙学校学习 并于2006年6月辞去了 电脑公司的工作 在离职时 同事们还为尤里举办了欢送会 之后他找了一份兼职 这样就有更多的时间学习烘焙 案发当日 尤里在打工结束后 与同事们一起去吃了宵夜 所以回家时已经很晚了 事发地点维谷隧道 位于东极田园都市县 维谷湛南约1.6公里处 隧道全长170米 这里平时就行人稀少 到了半夜更是有些吓人 但这里距离尤里的家仅200米 是尤里回家的必经之路 尤里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 社会关系简单 他也从不与人结怨 因此警方怀疑 这是一起无差别袭击事件 虽然警方进行了仔细的搜查 也询问了附近的居民 但除了有机民听到了女人的惨叫声以外 没有任何其他目击者 现场也没有监控 调查工作十分艰难 而且这样的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在该事件发生的一年多前 就在案发地点附近 还发生过另一起事件 2005年3月6日晚上11点10分左右 在维谷站以南约1公里的居民区 一名43岁的女子 被一个骑着摩托车戴着头盔的男子 从背后刺伤 由于案发时天气寒冷 这名女子还穿着很厚的外套 但即使如此 她的背部还是被严重刺伤 伤口足有5厘米深 索性受害者经过及时救治 保住了生命 该案件同样因为线索稀少 且没有目击者 一直悬而未决 在之后的一年间 沈奈川陷阱工钱警署调查总部 前后动用了24000名警力 探访了大约15000户家庭的23000人 寻找两起事件的线索 但最终一无所获 就在警方对两起事件一筹莫展时 新的事件再次发生 2007年4月5日 晚上10点25分左右 在维谷隧道东南约两公里处 一名40岁左右的女子 及刺后子在回家的路上遭到袭击 具体的事发地点 位于第三金兵路延伸段 后子在路边的一处楼梯步道上 被人用力气刺伤 伤口有5厘米长 约10厘米深 伤势十分严重 她在医院足足住了一个月 才伤愈回家 这一次的案发地点 同样鲜有行人 但有一点与之前两次有所不同 在案发后大约一小时左右 一名目击者向警方提供了信息 她说在案发时 她刚好在步道楼梯附近停车 她看到有一名女子遭到袭击 于是她冲上去搀扶了受害者 并追击了歹徒 但这一说法与受害者的描述截然不同 后子说没有人搀扶过她 更没有人追击过歹徒 而且案发地点附近也没有停车场 最近的停车场也根本看不到步道楼梯 警方还发现目击者的手上有伤 但她说是追击歹徒所致 警方认为她的话漏洞百出 而且如果真的如她所说 那为什么要过了一个小时再来报案呢 因此警方对这个目击者产生了怀疑 目击者名叫林木杨一 1980年出生于神奈川县川崎市工前区 父亲是一名低势司机 母亲来自长崎 家中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 父亲脾气暴躁还酗酒 在林木初中时 父亲因家暴导致林木的珠网膜下腔出血 并因此入狱服刑 所以林木对父亲十分怨恨 在父亲服刑期间也从未去探视过 林木高中就读于川崎市赤森西高校 现麻生综合高校 高中时的林木成绩很差 也经常有一些小偷小摸的行为 高中毕业后的两年间 林木总是好意务劳 她先后换过九次工作 每次都干不久 在她23岁时 林木与一名女子结婚 之后她与妻子两人 搬到了高清区的新建一户建居住 并在之后 育有两个儿子 有了家庭的林木 被赶压力 她在家安装自动售货机的公司工作 直至案发 她的工作不但业绩压力大 公司领导对她也很不满意 经常责骂林木 但她不能失去工作 林木的家就住在尾谷站东南 约三公里处 和三起事件的发生地都很近 根据后子的描述 林木的背影与歹徒很像 警方还在林木的车上 发现沾有后子血迹的裤子和鞋子 通过对附近居民的走访 有两名行人称 曾在案发地点见过 长相与林木相似的人 虽然警方始终没有找到 关键证据凶器 但林木是该案唯一的嫌疑人 因此警方以谋杀未遂罪 将林木洋衣逮捕 在审讯过程中 林木否认了所有罪行 当警方提及围谷隧道事件 和其他无差别袭击事件时 他也坚决否认 之后警方在对林木家进行搜查后 确实没有获得更多有效证据 最后警方只能针对 几次后子事件 以谋杀未遂罪 对林木提起诉讼 在庭审过程中 林木依然否认了所有指控 但林木在被问及 与围谷隧道事件 等其他事件有关的问题时 他的回答是 我不能回答 庭审过程仅进行了两天时间 最终结果是 林木洋医因谋杀未遂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林木不服并提出上诉 但最终被驳回 林木在服刑期间被诊断出 患有贝赫切特综合症 这是一种导致全身血管发炎的 罕见疾病 于是林木要求 能在医疗系统更为健全的监狱服刑 多久后 林木被送往栗木县黑羽行务所 林木对此安排不太满意 因为他听说八王子医疗行务所 对犯人有良好的待遇 并再次提出要求 希望能在那里服刑 但遭到拒绝 2015年7月 林木在吃早餐时突然晕倒 诊断结果为脑梗塞和肺炎 他也因左半身瘫痪 被迫在医院接受康复治疗 康复后 他被转移到期待已久的 八王子医疗行务所 林木在以脑梗塞而昏倒 和休养期间 他经常读书 其中有一本书 让林木深有感触 这本书就是《叶之音》 作者是因卖家酒吧杀害事件 被判处死刑的郑田昭 1953年7月 27岁的郑田昭 因杀害证券公司同事 而被判死刑 并最终于1969年12月 被执行死刑 在被关押期间 他写了六部小说 还凭借撒哈拉之水 入围了群象星人文学上 他在《叶之音》一书中写道 当成为死刑犯 过着单调的生活时 我想到了行刑日的恐惧 以及我所犯下的罪行 林木对此感同身受 或许就是因为这样 他有了很大的改变 原本林木将于2018年1月刑满 但在2016年1月 林木向工钱警署 寄了一张明信片 他明确表达说 想谈谈尾谷隧道事件 于是警方决定 让林木在狱中自愿接受询问 在询问过程中 林木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并描述了只有警方才知道的案件细节 至于动机 他是这样说的 我曾有被虐待的经历 因此我有想伤害他人的冲动 对于时隔10年才自白的原因 他说 我曾经离死亡非常接近 那段经历让我改变了主意 我是唯一能告慰黑招有礼的人 我觉得我应该这么做 所以我决定清算我所有的罪孽 林木还坦言称 原本我打算出狱后 可能还会再做一次 但当我睡觉的时候 总是觉得黑招 时常出现在我的床边 一位参与调查的人 在事后接受采访时说 林木的自白 与其说是为了赎罪 不如说是因为恐惧 2017年10月10日 工钱警署 以林木在维谷隧道事件中 涉嫌谋杀为由 再次逮捕了林木洋一 之后警方对林木家 进行了仔细的搜查 在搜查过程中 警方发现林木家 丢失了两把锄刀 因为那是作为结婚礼物赠送的 所以很容易确认 当时他的妻子说 我没有用过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丢失的 2017年10月27日 横斌地检开始对林木的精神状态 进行鉴定 从2017年10月到2018年2月的4个月间 林木征求了专家的意见 甚至还自己提出要求 进行了精神病学评估 2018年3月2日 检方认定 林木洋一就是尾骨隧道事件的罪魁祸首 并正式对林木洋一提起诉讼 2019年11月19日 就尾骨隧道事件的一审 在横斌地方裁判所进行 在庭审中 林木承认的是他在尾骨隧道里 袭击了黑招尤里 但他否认两次刺杀中的第一次 有杀人意图 林木说在第一次刺伤中 也就是左胸位置 他并没有杀意 但他在近距离看到 尤里因恐惧而扭曲的脸时 才产生了杀意 他对尤里痛苦的表情感到满足 第二次刺伤也就是右下腹部位置 确实是以夺取尤里的生命为目的 辩方律师也表示 对被告的谋杀行为没有意义 不过他强调 林木在一次精神病学评估中 被判定患有信片号障碍和人格障碍 这些障碍影响了他的动机 并削弱了他阻止犯罪的能力 以此要求在量刑方面予以考虑 检方在开庭陈述中指出 这是一起恶劣的无差别杀害事件 凶手对素不相识的人痛下杀手 其目的只是为了看到他喜欢的人 在死亡边缘时脸上的表情 从受害者腹部的伤口来看 凶手有明显的杀意 这一行为是恶劣的 是毫无人性的 林木说他对家庭和工作倍感压力 在事发前三个月他藏起了一把竹刀 并开始驾着汽车或摩托车 在川崎市内游荡 寻找他的目标 他觉得在行人较少的地方更容易脱身 他选择作案时间在晚上 是因为那里基本就没有行人 他觉得只有这么做 才能感到心情得到放松 2019年11月21日 林木在接受采访时 谈到自己的动机时说 他在结婚后 有了妻子和两个孩子后 不得不从事自己不喜欢的工作 工作压力很大很烦躁 他喜欢看到被害人困惑痛苦的表情 在后子事件中 他本以为整个事件 只有他才知道罪魁祸首是谁 并且在他行凶以后遇到过几个行人 他担心自己会被发现 于是做出了自投罗网的决定 结果弄巧成拙 则案凶手的动机 一度成为热议的话题 据林木的狱友说 林木在监狱依然行为乖张 他的两次转遇 也是他无数次写举报信的结果 在监狱里 林木经常和其他人发生摩擦 就连他在医院治疗期间 也从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甚至辱骂和威胁他人 因此医患们对他也是怨声载道 在11月28日的庭审中 负责精神鉴定的医生 报告了精神鉴定的结果 并指出 信片号障碍影响了被告的动机 人格障碍降低了被告停止犯罪的能力 林木虽然为了生计工作勤奋认真 但是他的承受能力差 对挫折的容忍度低 令其在工作中感到巨大的压力 做爱动机是想看到女子痛苦的表情 具有以杀人为乐的特征 被告林木表示 我对鉴定内容大致是认同的 但我坦白这件事是为了赎罪 结果反而伤害了我的家属 我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 我能做的只有坦白事实 所以我尽我的责任回答一切 12月2日 检方与作案方式凶残 不能否认有再犯的可能性为由 要求对林木洋一判处无期徒刑 因为基于永山基准 从1975年以后 杀害人数唯一人的凶手 通常不会被判处死刑 在12月13日的庭审中 审判长指出 被告的行为极其自私和残忍 这是一种不把人当人对待的犯罪行为 对人的生命极其漠视 最终以谋杀罪判处林木洋一 28年有期徒刑 在日本有期徒刑的范围一般在一个月到20年 但根据日本刑法第14条规定 最多可加重至30年 林木不服判决并提起上诉 辩方以被告属于投案自首要求减刑 但裁判长表示 在被告供述之前 侦查机关已经将被告列为嫌疑人的范围 因此不能看作自首 2020年10月16日 东京高等裁判所驳回了辩方的上诉 直到现在林木洋一 仍在霸王子医疗刑务所服刑